歡迎收看國光幫忙 歡迎光臨國光幫忙 我是童康 我是孫鵬 大家馬來 在後面是超級性感東東 大家好 我是東東 大家都說 結了婚 是人生的一大轉捩點 整個人的性情啊 跟那個習慣都會改變 對 那生了小孩更是 就會把以前叛逆的那個心 漸漸的淡化 難道說生了小孩以後 人真的會變嗎 會 會變 會變 怎麼樣 當 剛結婚 小孩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就是說 結婚就是一張紙嘛 我們的相處還不是跟婚前一樣 真的 但是真的有小孩之後 你就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 真正組成一個家庭 很多事情啊 你的思考方式 角度啊什麼 都會不一樣 都會有所改變 我們從小長到大 大家都有一顆那種 童心啊 對 你看 接緊一點 講難度 我想說兩顆什麼一顆 有一顆童心 或者說一個叛逆的個性 對 難道有了小孩以後 這些東西都沒了嗎 還是會有啦 還是會 那怎麼辦 但是就是說 譬如說我只能拿我做例子 是... 就是你很多事情 你就只會放在心裡 這個童心是真正的在心裡面 你知道嗎 偶爾拿出來想一想 想一想就算了 這樣 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那孫鵬應該是不妥協的 不是 我 其實秋衡講對了 可是呢 你會隨著那個小孩子 慢慢長大 譬如說我現在跟我兒子相處 我會變得也很幼稚 我會走到他那個路樹裡 因為可能是他只有一個小孩 他沒有玩伴 我就要有時候要陪著他玩 可是他剛出生的時候 我就會很嚴肅 會想怎麼辦 以後怎麼辦 想的是多了 所以會隨著他年齡的長大 就會隨著他的腳步一起走 那請問兩位 非常的享受這種感覺嗎 當然 今天呢 我們就請到一個我們的學妹 我可以大聲的講 他應該算是我們國光異校 應該算是美來講 數一數二的 而且當了媽媽以後呢 更美 我們來跟他討論一下說 他結了婚以後 有沒有什麼改變好不好 好 來 我們歡迎大美女李倩蓉 大家對媽媽的印象 都是慈愛溫柔又有愛心 而且感覺當媽媽之後的人 個性都會大變 即使以前很愛玩 滿叛逆的人 哪是會變得可哀可欣 但是當上媽媽後 就真的不會叛逆嗎 今天王幫忙 我們想要超級大媽李倩蓉來幫忙 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當上媽媽後 他到底做過哪些叛逆的時間 到 學妹妹好 學長們好 大家 兩位 學妹好 我要直接見她 請坐 倩蓉是幾期的 十三還是十四期 小哥有遇到嗎 我沒有 我們是七年次 對不起 我這樣留級也留太多年了 太算應該是幾期了 十三 十四啦 可能就是十三 十四啦 差不多啦 所以那時候 我的學校已經搬到木柵了 我是木柵的 我在木柵兩年啊 她三年啊 我木柵畢業 那小時候妳很叛逆嗎 滿叛逆的 如何叛逆 對 個性很壞啊 我從國小的時候呢 其實也沒有翹課 只是為了不想跟糾察隊 一起排隊回家 為了要省了十五分鐘 我就跟另外一個女同學呢 爬牆回家 可是那個牆根本不需要爬 因為它很矮 國小嘛 根本不需要圍什麼高牆 很矮 好腳呢 一跨過去 裙子一撩起來 國小時候還要穿那種 擺著裙 短短的 一撩起來 一跨那個牆邊的時候呢 剛好老師就說 來… 所以國小第一次爬牆 就被老師抓到 那以後還爬嗎 後來爬更多 越爬越上手 對 這就叫叛逆 越被抓到越要做 這才叫叛逆 第一次被抓到不做 那就不叫叛逆 有沒有爬牆跌倒 掉下來 有 而且國中的時候 爬牆就真的很高了 而且跟學生們 還會集體跳課 然後在這個牆的裡面 還會堆很多椅子 桌子 為了要墊高嘛 你才可以爬出去 可是你爬到另外一邊 外面的時候沒有東西啊 你就必須 躍身往下跳 對 就有跌倒過 對 其實應該前一天 就要去把它安排好 那有沒有那種不良幫派 想要吸收你進入 沒有啦 我小時候在東區念書 所以那個社區還滿單純 還滿安全的 那你小時候有跟人家打過架嗎 有 女生打架是不是都是抓頭髮 我是跟男生打架耶 國中啊 國中的時候 然後會把那個教室的本機 拿起來好像上演全武行這樣 你們是打好玩的還是真打 真打耶 真打 對啊 可是打到最後又變好朋友 所以後來回想起來 其實小時候因為不懂事 我覺得生活世界很狹隘很小 所以都會用一些比較衝動 情緒發洩的事情來解決 並不是當時我覺得最理智的選擇 那你在國光有沒有造成學長妹的 學長們的那種狂追潮 一共有幾個 沒有啊 國光幾乎很多學長都是gay吧 同班同班都是gay啊 我們離開以後學校變了 輪陷了 變了 真的嗎 我覺得一個班上 二十幾個女生 只有大概三個男生 然後在抽學時期 譬如說有一兩個會很大膽的說 我就是同性戀 我就喜歡男人 可是會有另外一兩個 讓我們覺得說捉摩不定 然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要不要出櫃的那一種 可是到現在 事隔多年以後都出櫃了 為什麼國光後來都是 男孩子都是gay去考 因為舞蹈科抬頭了 我那時候應該為了這個事情 變gay 不是 一支流吉 對不對 一支流吉 對啊 一支流吉 為了讓學校男孩子不要變gay 那那時候你們在學校就不好玩嘛 你說男女之間嗎 對啊 對啊 比較沒有什麼談戀愛那種事情發生 那有沒有像 大家都校外發展啊 像孫鵬這種學長這樣子的 那麼瘋狂的 那麼愛 每天搞東搞西的這樣子 沒有耶 真不好玩 所以我們後來國光校校風變嚴肅 導致最後關校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時代不一樣 像我後來念的國光的時候 因為已經蓋了捷運了 然後那時候唯一通就是木炸線嘛 所以我們翹課的娛樂就是 坐捷運到中校東路的SOGO 吃個下午茶 唱個前輩KTV 然後再坐捷運 回學校 然後叫班點一下課 校風還是open的 對啊 可以 這樣也滿有意思 這翹課的這個行程也不錯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會去跟隔壁的 景聞高中男生去做任何的交集 或什麼也不會 因為我們就直接殺到東區那邊去發展 說實在 當時景聞高中男生 多次要與我們搬上聯誼 與你還是我們搬嘛 都被我們一笑自射 有沒有頭髮 是不是還要髮鏡 我們都是長頭髮 拚頭來邀我們幹什麼 你在學校有沒有聽過 我們幾個學長的事情 沒有 沒有 我那時候已經規定 他們不准再傳了 為什麼 後面學壞 對不對 可是有那個學長回來演講過 誰啊 是你鬥道友回來演講過 你怎麼知道 因為那一次呢 學校是邀我們兩個去 然後我臨時棒叫 就被鬥靈的人去演 然後那一天 誰叫 學校還沒有 學豆子 學校 那一天講的題目是雙胞胎嗎 沒有 就是 就是跟學弟學妹分享一下 我們在外面工作的這個心得啊 經驗啊這樣子的一個 當時扭成澤演講內容 是不是很平淡無奇 我根本不記得他講了什麼 為什麼 你在幹嘛 因為我就好像坐在前面 要聽聽我可能就睡著了吧 你有我們國光學校的傳統 沒錯 你棒叫棒的 對 對 然後後來事隔多年之後 有一天在拍鬥倒的戲 他就說欠我記得你 那時候去學校演講的時候 你睡著了對不對 真的 如果我們那時候在學校 像倩榮這麼漂亮進來的話 你們會追他嗎 也不會 因為我是 你又從乾妹妹開始做機會 不是 那時候我是全校最矮的男生 不是 邱鵝也會 可是還輪不到他 對... 他一定是... 好 你們先把... 會 是心裡想一想啊 你知道嗎 你不敢去行動 可是你一定會讓對不對 對 譬如說今天邵希看到倩榮 我先把 邱鵝也說好 那你先 邱鵝一定是這種 但是邱鵝很賊喔 他不是就全盤放棄喔 他會做好人 就很好的那種好哥哥那種 然後被邵希塞掉倩榮 對... 其實真正有 對的角度 對 邱鵝都用這一招 所以他在學校很多的乾妹妹 乾姐姐 這一招有沒有成功過 難怪 剛剛我們講的 剛剛你講的 國光學校的時候事情 那其實在國光學校的時候 你有去繞過軍嗎 有 你們是去哪裡 忘記了 你是到外島嗎 有坐船嗎 不是...沒有坐船 那在扁島 你表演什麼 OK 我們繞軍的時候呢 每一個女同學呢 大家就開始爭先恐後呢 要做一些很吃香的 表演的角色 比如說上台唱歌 就是感覺自己像個巨星 那因為我那時候不會唱歌 歌喉不好 所以我永遠爭取不到 唱歌的這個表演 那有些人就當主持人 就好像... 就好像小S這樣子 站在台上 很風光亮地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另外一個女同學呢 扎了那個村姑娘 然後臉上畫了那個圓圓的殭屍裝 穿了康山裝 然後去上台講相聲 我們就被淪落到要派這個工作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跟我搭檔的 另外一個女同學呢 她長得不好看 臉很大 然後白白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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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小小 她不只臉大 她頭也大 不要看 頭大人 這...小小面對鏡頭 白白胖胖 什麼白白胖胖 臉很大 頭冤冤的 你真的講他吧 來 我們來一段相聲 然後呢 然後那時候我們這兩個 就被上台去講上聲 對 然後還滿陰情迴響還滿不錯 因為我們講這種好玩有趣的 所以當然我想 可能追踪之一不再久啦 就之後就接到很多阿兵哥的寫信 你的來信 要跟你做比友啊 做朋友啊 你落軍的時候表演什麼 我表演什麼 你不要以為我 唱歌 我也是唱歌 你唱歌 你忘記啦 我忘記我不會那個叫什麼 拚小鴨的有沒有 一日最剛最亮 對... 而且我還記得我中間那個畫滾 我根本就不會畫 然後就是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一次 我還幫你畫我 你還幫我打燈嘛 對 我當時我的最主要的工作是 燈光 但是我還上去辦過舞 這件什麼 不是 你在打燈 你怎麼還可以上去 還有時間耶 為什麼 沒關係 要去叫那個 隨便一個人 我跟你講這個燈就是這樣 然後就去燈一下嘛 不然怎麼辦 因為沒有人了嘛 對啊 我還有一張照片 是我們站在舞的嗎 是一個學姐在那邊唱歌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人站在旁邊這樣 我又跳這個畫 對 當時我是跟你搭檔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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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來 我們來看看千鴻的照片 哎呀 國光衣校的嗎 都可以 好 這兩張 那個時候除了落軍之外 我們還要做滿多表演演出的 包括我們有演過小王子的舞台劇 然後我是演那個玫瑰花 然後也有 有時候上一些表演藝術課的時候 老師也會叫我們自己做的戲服 就是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 然後那張照片是我想做馬丹娜的 那個Material Girl 就是物質女郎 所以就用很多一些東西 貼在自己身上 可是妳的上半身是 只有那兩個照著喔 沒錯 沒有 我有穿粉紅色皮褲啊 我是說上半身 對啊 而且還用那種 吃蚵仔米索綁著那個塑膠袋 有沒有 當後面的那個比基尼的袋子 我怎麼不是妳同學 好可惜啊 不是 妳那時候是... 誰是妳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那時候 太爽了 那時候他說學校都是GAY 對啊 大家都是好姐妹 那是妳的戲 請問妳這個同學 鼻子怎麼會大成這樣 他畫鼻子 我們在念表演課的時候啊 還不可以把妝畫得太素人耶 你畫一般像這樣子 漂亮美美的妝 會被老師尿唸 因為他說 你這樣在舞台上 就沒有那個輪廓 那燈一打下去就會變皮 眼影一定要很深 眼影跟鼻影一定要很重對不對 對 然後一定要用那種 像巧克力顏色那種膏 放在眼窩 鼻影的地方還有兩架 妳真正進入藝人這一圈的話 是當VJ嗎 對 17歲的那一年 那時候還在學校 還在念高三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就很瘋狂崇拜了MTV 可是那時候他就是一些 陶大圍啊 陶君威啊 對不起 吳大圍 吳大圍 我講陶大圍 陶君威 然後呢他們那時候是 華人的VJ 但是他們都是講英文 都沒有講中文 然後那時候MTV 沒有本土的VJ 他也沒有在台灣 成立任何的公司 後來他要在台灣落地 然後要找一些 本土的年輕人的時候 他們就展開了一個 甄選VJ的比賽的活動 然後我就跟班上的同學 一起去報名參選 當時跟你同一期的VJ有誰 張兆志 這個老妖怪 我聽說你說 那個Jorge剛進去的時候 英文其實很爛 因為大家都以為說 做MTV的VJ 英文一定要很強 那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說很好 那Jorge也還好 所以那時候 剛開始做VJ的時候 很多記者訪問 或者是去上節目通告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那你在美國念過書是哪裡 然後我們就會三條線就說 沒有 我們都是台灣本土的小孩子 那個時候蠻好玩的 因為MTV他們在選VJ的時候 這個比賽它有分三場 有初賽 副賽跟決賽 前面兩次呢 都是你要上台 你可能有五分鐘的時間 你可能做任何的表演 自我介紹講故事都OK 就是隨便你發揮 然後最後一場決賽呢 他是在凱樂 他包了一個team 然後所有他可能入圍的人 他就坐下來跟每一個 電視圈裡面的所謂的前輩面談 interview 包括王偉舟 可是因為前兩次我都pass過了 然後第三次呢 就沒有接收到任何的通知 時間過了很久 然後後來呢放寒假 我媽媽就帶我去夏威夷玩 結果打電話回家報平安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我的繼父就問我說 倩蓉啊 你是不是有參加一個什麼MTV的比賽嗎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當時都不曉得 然後他就說 人家來通知你是參加決賽了耶 然後再凱樂 跟王偉舟有約喔 然後我就這樣 在電話的另外一端 兩行淚就這樣 掉下來 沒有人還在夏威夷回不去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大家有機會就這樣錯失了 我就很怕馬上我畢業 我就要失業 找不到工作做 然後後來呢 又過了很久很久很久一段時間 又有一天回到台灣之後 就突然接到MTV的電話 直接沒有參加決賽就可以 他就幫我內定了 你現在是一個很成功的藝人 而且當你媽媽了 那你還會那麼叛逆嗎 會耶 我挺個肚子的時候還是很叛逆耶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要去喝下午茶 然後再上電梯的時候 因為那一棟大樓很擠 然後就剛好 我們一票人要出電梯的時候 一個女生就很擠 我們還沒有出去 他就先擠得進來 那種感覺很討厭 就好像你坐公車 你還沒有先下車 人家就趕著先上車 然後人家對方又不是說是阿嬤 就是又不是說那種老弱婦孺 他就是個年輕的女生 跟我差不多大 可能20歲出頭 然後我就 我好像那時候我就很賭氣 我就說你擠什麼擠啊 因為我還在裡面 還在按著電梯 幫大家開的門 然後他不知道頂了我一句什麼 說對 我這次擠怎麼樣 抓狂 阿娘 我的火來了 我頂著肚子 然後我就站在電梯的門口 就這樣兩隻手 就卡著門 然後肚子就放在前面 你給我關門啊 你敢給我關門 你試試看 後面站了一票見鐘的學生 想說你這樣在幹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就吵... 我就...就走掉了 直接用肚子威脅對方 就直接用肚子頂在那個門 我就是不想讓他關門 我就在跟他吵說 你為什麼那麼急 已經直接進來 人都還沒有出去 害你還那麼兇 你這個我也有一次經驗耶 你也有大肚子 沒有 不是大肚子 就是那種電梯啊 電梯本來已經很小了 你知道嗎 當然是先出去嘛 但是先出去人家再進來 那個人就這樣擠進來 害我...我又背了一個包包這樣 出不去 你知道嗎 我也就講出這一句 急什麼急啊 結果那個人 那怎麼樣 我們兩個就要墊那口 那你怎麼樣 你出來... 那是火也上來了 你知道嗎 我平常也是人很nice 但是那一次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就生氣了 你知道嗎 這種事情我也遇過 但是我沒有生氣 你怎麼樣 因為我當時把他推出去 因為我要... 因為一般我們的禮貌是先出再進 我還沒說他在進 我就跟他... 我就走了 我還跟他生氣幹什麼 沒什麼好講 推出去人家是幹什麼 請問一下 如果說你們兩位的老婆 正在懷孕的時候 突然跟人家... 就像他這樣跟人家起衝突 你們會生氣呢 還是怎麼辦 還是把對方掐死 根本是讓我老婆在一個安全的狀況之後 我才去跟他吵 對 你先把車開過來 不要熄火 沒有 我老公都覺得很丟臉 他趕快自己先走在前面 先逃離現場耶 我知道女孩子懷孕好像會 情緒稍微比較不好一點 是不是 我覺得生完小孩也會耶 多多少少的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正在照顧一個新生命 我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為什麼會有這種 生活的瑣碎的事情 你就不會這樣子讓 你要先出來就進電梯嗎 莊姊 你這樣做不到嗎 就是類似像這種事情 人家說這個... 女孩子在懷孕的時候 第一個 情緒會比較不好 這會嘛 對不對 那會不會說 在懷孕的時候 特別懷疑老公一樣 會 到現在都還會 特別會 會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自己變胖 然後胸部又太大 你好像木瓜一樣 然後... 其實那個沒關係 他對自己會 每個月四號比較想法 然後你又帶小孩 自己又覺得自己很狼狽 像黃臉婆 然後就覺得自信心很強 就會患折患失 然後加上帶小孩 因為餵母奶嘛 晚上都要起來好 都是睡不好 很容易焦慮 就還會打給老公 你在幹嘛 你剛剛洗完澡嗎 其實他已經在辦公室 我就故意用一些這種 去虧他 然後或者是就會想說 看會透出什麼 資訊出來 你們的老婆會嗎 會 在懷孕的時候 會... 所以我那時候 特別注意我的言行舉止 我很注意啊 免得被打 我幾乎... 完了 可是女孩子在那個... 那個時期啊 他特別情緒記憶 會記憶很多年 是喔 對 譬如說 就當時出一個次完了 完了 記憶被影子 大概15年 而且會翻舊架 我會... 比如說我跟我老公結婚兩年 但其實我們是交往7年的時候 我就先懷孕 然後我們就結婚 開始共主家庭 所以很多事情都發生得很快 所以變成說是懷孕 或者是帶小孩這個階段的時候 有時候夜深人靜 有時候我就會去想很多以前 我剛跟他在一起 或者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看你以前對我這麼不好 我現在還要幫你生小孩 我是做什麼孽啊 就是會想很多事 但好的也有嘛 對 然後我老公之後 已經被我煩到是說 比如說我在吃巧克力蛋糕 他說你就不要吃 你不是很怕胖嗎 然後我就說那你 他說我會 什麼你會 他說你一定是問我說 我還會不會愛你 我會 他已經被我訓練到的時候 他...我不用問 他就直接會回答我問題 對 因為是盡善盡美 你就會問他說 那你還會愛我啊 我變這麼胖 你還會不會愛我啊之類的 就每天一直問一隻問頭 就不斷地測試他對不對 那如果當時講出不會 這個事情就鬧大了 當場是蠻大陸一條 你知道嗎 沒有 當時候 當時他如果講不會的話 你就要馬上說 你知道嗎 在台灣是幾乎是 比較偏母系的社會 所以如果離婚的話 法官大概都會把小孩子 判給媽媽 威脅 接著就出不來了 就出招了 你知道嗎 如果這時候就回 沒關係 小孩子拿去 財產留給我就好 要更刺激 死掉了 那你們有因為這樣子 被老婆懷孕而吵架過嗎 我沒有了 都被唸啦 其實譬如說 像他懷孕那時候啊 就是他說你出去沒關係啦 你跟朋友啊 怎麼樣啊 就是有一些應酬啊 無所謂的 那我當然是盡量陪他啊 你知道嗎 那有的 沒有重計 有的是沒辦法 還是去了 你知道嗎 他說你去 你去 他表面沒有要讓你去 但是你一去喔 回來他就結一個臉這樣 對 真的 你有會這樣嗎 所以這新婚的男孩子啊 這邊要勸... 那幾個月絕對要撐住 要不然你這輩子是黑色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一個老婆呢 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台灣的女人 他都已經可以培養到說 他老公出去喝醋一酒沒有關係 但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是要 很浪漫的去對老婆 譬如說買一點花啊 送點小禮物啊 或者是講一些很Nice的話 今天這紅燒牛奶好好吃喔 這樣就夠了 禮拜六 禮拜天 你都還出去都無所謂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其實女人的心事很好騙 對 就譬如說應酬 一定有兩三拐嘛 你第一拐一定要在家裡 第二拐 老婆 你休息 我帶他們再出去走走 成功 對不對 有局的都是第二拐 第三拐 可是這個一定要 對啊 你們講出來 但是這個是一定要 是住在台北才能這樣做 像以前住桃園 是沒有辦法這樣配合 對 那你呢 我是一知道她懷孕 我就開始變一個人 太監 對 幾乎啦 小禮子就出現 對 就是盡其所能的讓她開心 對... 因為我那時候完全收到資訊就是說 這個太太開始懷孕的時候 她就會東想西想 罰狂 就是我就想說 我再怎麼樣壞 我再怎麼樣這個愛玩 我這幾個月我都要撐住 為了我往後的日子好過 所以你剛剛是承認你很壞 你很愛玩 對 對 所以照相反來說 愛玩沒有很壞 對不對 承認自己愛玩 可是我覺得回家還是要 稍微力求表現一下 當然 只是嘴巴承認 這個就是所謂的要做業績 你平常業績做得好 你扣打就很多 小禮子好 下一個就是你結婚以後 知道 小禮子要結婚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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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我到現在為止 我對於結婚這兩隻我還是 你會怕對不對 聽到 非常恐懼 而且又聽到我們講哈啦 對啊 這個結婚 為什麼結婚以後生活 要變成這個樣子 為了愛嘛 為了愛 所以犧牲太大 是不是這樣子寫 現在你老公有沒有做什麼 浪漫的事情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不浪漫的人耶 他什麼星座啊 獅子座 然後又很大男人 然後自尊性又很強 然後又很想要有所表現 在他的事業上 對 所以 可是他會 他會做 會突然很久突然做一件事情 讓我很開心 譬如說 我就一直說我想要一副耳環 然後好像 我忘記他是在我生日 還是在我哪裡 應該是去年的生日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就... 他是那種 譬如說假設我生日 我去慶生的時候 我的周遭老公都送我禮物對不對 他說那剛好老公說什麼 沒有錢啊 沒準備啊 現在褲腰帶都勒緊啊 兩袋空空這樣子 可是回到家的時候呢 他就會把那耳環放在我的床頭邊 而且是個藍色Tiffany的紙袋 裡面還有保證書的那一種 好像Tiffany這個產品都可以搞掛很多歷史 對 你知道嗎 我的歷史跟你差不多 但是那個結果是不太一樣的 結果是哪些 他是常常唸啊 什麼手錶啊 什麼什麼的 希望有一支什麼什麼的手錶啊 然後我想 好 我去買 然後我看上了一支 你知道嗎 我跟他買了一支 買了 花了25萬 但是那個不能是二手的錶 不是 這種細節不用講 趕快丟了 人家大概四五十萬 我想說應該會很開心啊 我就買回去了 果然他一打開一表 哭啦 哭了 感動了 我想搞定 太醜了 你下次你怎麼可以買支金票給我 好醜喔 如果我今年50歲 你再送我的 寫那個不好看的啊 因為我們也不太會 要挑這種東西就是了 不過這個 以缺完這個案例來講 好不好 是嗎 會嗎 我覺得現在金票很流行啊 可是他買的是那一種啊 阿嬤戴那一種 看什麼金啦 現在很流行那種玫瑰金 很漂亮對不對 我買的是那種黃金色 那個就沒辦法 這是我覺得這是最恨的 就譬如說 有的時候你真的是很有心啊 買了一個自己以為很正的有沒有 這回去他一定會感動的 一回去得到的反應是 謝謝啊 再也沒有看他帶過 我覺得送禮要送到新坎裡嘛 否則你會覺得說白送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尤其是 因為老公跟老婆之間的話 其實你不會吝嗇金錢 對 只是會覺得說 我買一個東西你不喜歡 那我會覺得說我很失望 所以我不想讓自己失望 然後我也不想讓你白開心一場 所以之後就會變成說 這方面會有點省略 那你如果老公送你一個 你不是很喜歡的 你通常都怎麼處理啊 我就會把 他送我的夾克 就一直掛在那邊 然後知道有一天他問我說 你不是很喜歡這夾克 我說沒有啊 我很喜歡 然後隔天趕快穿上去 要過一個月上網拍賣 吃一點老婆 不過你還不錯了 你知道 我老婆是直接那個臉就 你知道好不好 真的喔 那個情緒就在臉上了 所以你以後送你老婆的東西 叫基本款 一些譬如說Tiffany 或是諸如此類的廠牌的 基本款 就是安全範圍之類 你講得真的對耶 那25萬的手錶 他就換了別的牌子的基本款 對不對 小高要學起來 基本款是最安全的 這個我了解 真的嗎 他一直沒話來就這樣 不是 剛剛他講的一個很重要 這個所有男孩子都要記得 這個送禮要送到新開的 送禮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送禮不是隨便買就可以 送禮要憑他觀察 要偷偷摸摸的觀察他喜歡什麼 那我應該送他什麼 才會打入他的心 那送這個東西有沒有必要 那送他以後怎麼樣... 這是很多學問在裡面的 而且我覺得卡片一定要寫 對 卡片 我跟你講 不要光送東西 卡片 你要親筆 永永愛你 送 我以前買禮物對不對 人家不都付卡片 麻煩死了 這樣 而且千萬幫你寫弄什麼 聖誕快樂 生日快樂 老公賀 不行 你要寫很多 不要太多 寫兩三句很真誠的話 那就叫甜言蜜語 這時候一定要弄下去 絕對安打扮演 你送過最沮喪的那個禮物 就金錶吧 沒有 應該是 最沮喪應該是第一次 因為金錶那個時候已經知道 他不一定會喜歡 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有過這種例子 就是我第一次我送他的禮物 但是那個時候剛交往 不太熟 所以說他也沒有太那個 他是隔了大概幾個月才跟我講 你送什麼 送了一個項鍊 然後呢 但是比較便宜的啦 你知道 幾千塊錢的 因為我不會買啊 我也不懂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送了一個 然後他就 他說 謝謝 就沒有在這個畫面 沒有在這上面 可是我覺得 我不曉得 因為我老公很曉得 送我珠寶類的東西 他都是送我3C的產品居多 所以每次都讓我很挫敗 他送我電腦 iPod 手機 數位相機 然後甚至到今年的聖誕節 我們去買電腦的時候 他也是幫我買單 我說你不要送我 我這電腦我要進去 他說 聖誕節快樂 明年的祈禮節快樂 我就說 不是說3C 3C很實際 很好用 很需要 是少了一份浪漫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哪怕你是送我 譬如說項鍊這樣 可能我不見得會喜歡 但是我可以戴啊 我沒有辦法把電腦帶出門 就跟朋友炫耀說 這是我老公送的 曉曉那你呢 你看最沮喪的禮物送的一發 我啊 因為我很少送禮物 我幾乎不送禮物 因為我送的最多的就是愛的一發 還要我送你 對啊 愛的... 送的最多的就是愛的一發 還要我送你 愛的一發 對不對 最誠意的 每天都有禮物 那個是應該有 那個也不錯 那個也好 對... 愛的一發 有一次我也是送了一個 愛的一發 愛的十六發 不是 生日禮物 然後他也是要昏倒 因為我送電視機 你都比我還要難死的 你為什麼 你說抱一大台 我送你 生日快樂 不是 你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是結婚前 你知道他住的地方 那個電視機太小 14寸的電視機了 連那個什麼 那個錄影機都不能接 那什麼電視機 對不對 我想送一台電視機 比較實際一點 我以為是送一個 我寄到現在 我不知道他不愛戴手錶 但我是很喜歡戴手錶 我就買了一支 買了一對 一模一樣的錶 但是我是藍色 它是橘色 我就送給他 他就戴 謝謝... 然後他當天就很快樂 然後從第二天一直到今天 我沒看到戴過 三位都是先有後婚 我不是 你不是啊 我不是 我沒有加入這個 這個謎題終於解開了 那你不是 我真的不是 對 我也是 不是 那這是你們這個計畫好的 還是都是... 出乎意料的 出乎意料 連老二都是出乎意料的 連什麼 我老二也是出乎意料 你老二出乎意料 你在講 真的啊 那你老二是預料中這樣 有喔 不是啦 那怎麼辦呢 當時就知道有了以後 會不會有一段恐慌期 有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開了車子 然後手在發抖 他就一面掉眼淚 掉眼淚不是難過 是緊張 怎麼辦 對 怎麼辦 然後趕快殺到他的辦公室 我說可以跟你講一句話嗎 他說可以 然後我就把他的辦公室的門關起來 然後窗簾拉下來 我就說我懷孕了 他說怎麼可能 我就把我的驗孕包這樣 對 他看到你看我懷孕了 然後他就很開心就抱著我 就是尖叫耶耶耶 然後我就還一直在哭 什麼耶耶耶 是我要當媽媽 又不是你要當媽 可是他很會演啊 心裡想 真是一個爛禮物 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 但是他演得還滿不錯的 因為男人的類伏都是往裡面吞 對不對 有苦說不出啊 可是我覺得第二次我在高殺 我懷孕的時候 那個喜悅的那個感覺 就有明顯跟第一次比較 有很大的差異 你說他 他少了一點 那他變得厭惡了 不是 我沒有厭惡 我只是回答得很白痴 我老婆說 我又懷孕耶 我竟然回答他 那怎麼辦 對啊 那時候都已經結婚了你知道嗎 對啊 什麼怎麼辦啊 對啊 以前妳也常做那個旅遊節目 妳最喜歡什麼樣的國家 我最喜歡... 其實都很喜歡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Miami Miami 那應該沒有人不喜歡的吧 怎麼樣印象深刻的 因為你走在路上都是俊男美女 你很少會看到矮的 胖的 沒有頭髮的 妳不能去啦 然後幾乎每個男的都非常的 就是... 就是健壯 很有型 然後肌肉都練得很漂亮 真的啊 我也不能去啦 因為他們那邊有很多 適所謂的男性的同性戀者 所以他們也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而且他們的民風很開放 可能看到在海灘上 兩個很帥很帥 帥到不行的男的在接吻 然後我跟我的女朋友 就在凡賽斯的家門口 然後面對著太陽 然後半櫃子的沙灘上 為什麼給我們一個正常的男人 所以在那邊就沒有什麼原因 因為幾乎你看到的帥哥都是 可能是旁邊有女朋友 或者他是同性戀者 然後直到後來 在我們住的飯店的游泳池 他有一個阿公 我不會叫阿公啦 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的伯伯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搭訕 我想說好啊 現在是練我英文的時候到了 然後他就開始會對我閒豬腳啊 閒豬手的時候 他就開始摸我的小手啊 然後那時候我還穿比基尼啊 然後摸到我的小腳的時候 我想說你真的是夠囉 他突然把我的腳抓起來說 你應該坐腳底去腳趾耶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腳粉粥 然後又在國外雪坪 然後都沒有說去磨腳啊 修腳 我就覺得好丟臉喔 他想找個地洞磚下去 而且還是背著阿伯嫌 妳一直寄到現在 對啊 我覺得很丟臉 這個事情是滿尷尬 超尷尬啊 那妳有沒有被真正的 那個年紀輕的男孩子綁過 有啊 有 而且他們講話都好大膽 他就一開始就跟你說 你好性感 我想跟你做愛 就這樣子講耶 我就這樣 妳會不會臉紅那時候 會啊 然後我就覺得 小鹿亂撞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招架 可是現在我覺得生了小孩之後 你就覺得說 怎麼都沒有人來跟我們說 好啊 所以一般女孩子 第一次被人家哈拉到 妳要不要跟我做愛 做愛這種東西都會 臉紅小露亂掉 其實我覺得是 感覺好像是這個男人 在吃著女的豆腐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講一句老實話 女生聽起來還真的滿爽的 今天才告訴我 好想講 那好想講 哪一國 妳在哪一國妳的 就是美國啊 邁阿密啊 邁阿密啊 就是妳對妳自己很有自信心 那當然他不是說 馬上要帶妳去廁所或幹嘛 不是說做得那麼難看 但是他起碼用言語上去 可能跟你挑逗 然後他可能就知道他 直接示愛 對 然後我叫什麼名字 你好啊 他就開始拉勒起來這樣 你好 我叫小康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台灣男孩子可能就不太適合 就因為國語講出來就不對 對 國語講出來就覺得很解了 妳還到過哪幾個國家 很多耶 我還去過 我去過歐洲的荷蘭 英國跟義大利 然後美國 亞洲都去過很多 妳覺得這幾個國家的男孩子 哪一個國家的男孩子 比較有魅力 比較性感 我覺得還是美國男生耶 美國 真的嗎 義大利敗政了嗎 語言不通啊 妳問他什麼 妳講英文他都聽得懂 但他回答你都是CCVV這樣子 一下妳跑這麼多國家 對啊 有沒有碰到那種靈異事件 沒有耶 都沒有妳這種經驗 妳們這種命不好才會遇到 我也常常沒遇到 可是我 對 我做過滿多事 我這一輩子我覺得 真的是很難忘的事情 譬如說 我去荷蘭的時候 我去出外景 然後還有吳大偉 還有陳志誠 然後我們有去荷蘭的紅燈區 然後我們有去做他們的咖啡館 然後我們有去看過 他們紅燈區裡面 有一些那種真槍實彈秀 我們也坐在第一台這樣看 陳明昌實彈秀 對 台這樣看 陳明昌實彈秀 對 而且就是 你可能本來還懷著一個 很緊張的心情去看 結果一看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反正機會不敢看 實彈到最後直接發射 直接抓出來 沒有... 想發射也可能 但是中間 前面中間的過程都有 而且就是真槍實彈在你前面 就是可能這麼近 然後他搭一個小台在上面表演 就直接這樣做 對 而且那個女生已經可以近到 看到他的那個胸下面有那種疤痕 可能是龍胸手術後的疤痕 就是這麼近可以看到 而且他們可能旁邊還有那種小房間 就是 我不曉得是給男生進去 是 DIY用的 然後我們都不敢進去 這在哪裡 荷蘭 荷蘭 阿姆斯特丹 然後那時候我們三個人就去吃晚飯 然後就問打聽那個餐廳裡的服務生 晚上有哪裡好玩的啊 去哪裡派對啊 那那個服務生就看了一下 吳大惟 看了一下陳志誠 再看了一下我 就寫了一個地址 然後一個club的名字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很興奮 坐了計程車去裡面以後呢 謝絕女生入場 我知道是為了誰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他是幹嘛 他還看了我一下說 野花油啊 可以介紹給你們還寫下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Waiter也是 他可能就故意整我吧 因為他可能太漂亮了 就嫉妒你了 對不對 有可能... 當VJ啊 跟當主持人有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有啊 因為當VJ 你就是自己一個人說話 自己一個人在鏡頭前面嘛 所以你都是有自己的tempo嘛 那譬如說 如果現在在主持節目 你可能旁邊配了一個大哥的時候 我覺得難免你們要互相要有默契 譬如說你要試試 對 這樣子 對啊 我們主持要多一點 譬如說現在玩一個 介紹我們 好 介紹我們 這太難了吧 好啊 好不好 玩一下好不好 然後其實面對這個鏡頭 好啊 玩一下 哈囉 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大家好 我是倩蓉 今天很開心呢 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來了三位特別來賓 兩個已經結婚了 一個還單身 不過基本上他們都不怎麼優 可是他們唱歌還不錯 可以聽聽看 因為他們的搞笑能力 可能會讓你現在不愉快的一天 這個不愉快心情一消而散 然後要你今天變成很愉快的一天 有點緊張不好意思 好 讓我們歡迎今天 我們三位的 請出列 大家好 歡迎我們的 請出列 今天三位要帶來的歌是 掌聲鼓勵鼓勵 好 謝謝 還是飽到味道 沒有啦 還是有那個樣子 而且那個時候會為了要 去訓練自己的口條 會唸報紙 唸材紙 也是國語日報嗎 沒有啦 就一般的 蘋果也可以唸 對 什麼都可以 因為有時候 畢竟你在鏡頭上講話 跟自己私底下講話那個 節奏不一樣 VJ轉成主持人之後 就是跟瓜哥合作嗎 對啊 然後 因為他還不敢染指我 所以我還滿吸引 對 你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沒有染指我 對 其實瓜哥跟他合作 其實瓜哥滿好玩的 說實在 他滿nice 而且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還滿有風度的男主持人 因為我覺得他還滿願意 讓他站在他旁邊的新人去表現 其實開敞篷車遇到塞車 就很尷尬對不對 是的 他好像有這種經驗 對 有一次錄完影 然後搭瓜哥的B&N車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愛炫耀他的收藏車子的人 然後那時候開了他的寶石街 然後他說你要在哪裡下 我說我在忠孝東路 星巴克路口下就可以 他說好 九虎虎 他說我要把那個敞篷打開 讓你感受一下我這台車的風速 跟速度 我說好 我吹吹吹吹吹吹 然後那天剛好是禮拜六中午 所以街上都是逛街的人潮 然後剛好一踩煞車放我在星巴克門口下 然後大家都認得胡瓜是誰啊 而且那車又這麼拉風這麼鮮艷 可是大家就想看說 坐在他旁邊的女生是誰 就很丟臉 然後我就這樣子下了車 然後就一路走到哪裡 大家都在看就對了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好了 宗孝東路丟臉記 我也有一次 對 以前我們也是就是那時候 在玩賽車 然後有一天我們也很怕 我們也是開M3 裡面改的賽車帥的 好酷 很大聲 然後我們也是在 宗孝東路四段的 剛好塞車 然後旁邊就開了一台警車 可是那個警察他們開的是機母車 就我也覺得很新奇 我就把他衝一下 開氣母車耶 下場是 路邊停下來收聲臨檢 亂丟人的 亂丟人的意思 我感覺還我自己很帥 很帥的 下來 爬車上臨檢 今天呢 我們很高興 倩永來我們的節目對不對 那我們要教你一個 這個國光異校的人 都要會的一個曲子 國光拳套 好不好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這個拳 這剩起來玩的那一種嗎 對 來 等一下 溫習一下 是 曲中橫啊 曲中橫 曲中橫是這樣子嗎 曲中橫 曲中橫啊 曲中橫 孫鵬是什麼 孫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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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記得 孫鵬 這個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這一次的賭注就是 夾夾子又大屁股 為什麼我玩那麼狠 就是你不一定會輸啊 好 來 預備 1 2 3 4 曲中橫 曲中橫 孫鵬 孫鵬 頭中橫 從一 從一 他沒有比到我要繼續講的對 1 2 3 4 頭中橫 曲中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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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中橫 曲中橫 孫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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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中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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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行行 願讀不輸 行行 我們夾子就不要夾 因為人家臉太美 要屁股打五下 來 隨便打 兩下就好了 來 誰打 我下手太重 我下不了手 小康好了 小康好了 小康打 你 你就 來吧 我跟他兩個那麼熟 沒關係啊 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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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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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蹦蹦 等一下 生氣了 我本來他以為只是 上訴你是第一棒 來 你是第一棒 來 1 2 3 4 1 2 3 4 蹦蹦 蹦蹦 怎麼 我讓你凹一拳 凹一拳 那是再玩一次的意思嗎 對 但是換你 快點 快點 來 我很爛 真的 可是我跟你講他 他凹到了 他贏了你還是要被打 不管了 快點 你絕妹嘛 來 加油 1 2 3 4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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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準備 請享受 沒打過學長對不對 這個輕輕的就很痛了 對 這邊 一拔... 對... 不要客氣 我跟你講 我們都打真的喔 好 一拔一拔 一拔 一拔 他好像打到他的腿 對 你要不要上訴 我不要 今天呢 我們非常高興請到了 China來跟我們聊聊天 她也是我們的學妹 那希望說妳的小孩子兩個 都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的 謝謝 那我可以帶一個回家嗎 因為家裡有兩個了 好 那妳要紅色的還是要綠的 紅的好了 目前沒有什麼那個 對 好不好 紅色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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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是做了157的睡管運 就不得成功嘛 是 那所以也許是職場不合 我早一點跟你們要一套 人就早就成功了 好朋友 抱歉 好朋友 抱歉 好朋友 抱歉 孫婆我們沒有一國來這樣 抱歉 很怕 快 我隨便吃下去 什麼東西啊 今天要去選擇 我們三個的生意 我覺得都需要 三個一起 看中哪一個都OK 就是這樣 三個一起很怕 很怕 好的 好啊 好啊 很快 我現在還在那裡 每次都是用心靈性的 三個一起 好 好 快